那我们今天的课程的简报答案 按这个云端教室 我已经准备在我们这个荧幕上 那么可能刚刚有几位老师才刚进来的 没有关系 我把这个简报答案再传送给您 好那待会呢 老师您进到我们这个云端教室之后 您可以先注册一个账号 其实如果就学生脚步来讲 您可以直接让他当一个使用者就好 因为大家有考试要自己建自己的教室 所以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先注册一个账号 进到你打开我们这个网址之后 你可以来这边注册一个账号 OK 有没有老师您还没有看到网址的 好我们两个 两个网址在这边 那我要把它贴到聊天室里面 好 那简报答案这边 好您可以从这边进来 当然其实老师如果待会呢 您想要用这个手机 因为有贴头可以用手机嘛 哈哈哈 或平板上课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给他这个QR Code 好我们要做互动的部分 其实在手机上还是可以进行 好还是可以进行的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跟老师介绍的就是 这个OneNote跟欧华云端教室 他的一个整合应用 那不管老师是使用哪一个平台 原则上其实老师现在在远距 远距也好或者是实体的课程 甚至是未来的什么 深深有平板 那现在的这个工具变多了 老师不用再进到电影教室 你就可以跟同学在现场除了举手以外 有更多的互动 那么OR呢 他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教学情境而生 就是比较及时的 比较及时的 那OneNote的部分呢 就比较偏重在老师的教材准备 当然你可以单独用 你可以像这样混合在一起用 其实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今天会请老师试看看 那关于我们今天研习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除了之前有直播 就是我们公开的直播课程以外 在这边呢还有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 我上面呢有整理的 跟OneNote 还有我们的OA 有相关的所有的教学文章 跟上课的录影片 所以我们今天的时间比较有限 可能没有办法 全部通通都讲了 但是没有关系 就是你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这边做一个参考 OK好 这个是先跟老师稍微提一下 你可以找到这边的支援 那首先我们先跟老师介绍一下 OA OA 这个云端教室呢 它主要有几个功能 第一个 它可以做线上课 我想老师这种线上课 点名 除了一眼瞄过去 大概知道有些 有些没来 可能还是没有非常确定 所以 他的点名 老师可以用制度的 也可以 老师手动点名 那同学自己签到也可以 那这两个呢 是可以并行的 那第二个就是 我也可以提问的部分 而我来问同学问题 那他就可以把即时的讨计 秀给你看 所以呢 这个有点像我以前在讲到IRS 就是即时反馈系统 嘛 对不对 那现场的同学 好像就有一个遥控器 我可以跟老师做互动 只不过现在 透过 装置 透过 这些网站 来完成 以前 需要 比较麻烦 你要 准备议题的这些困扰 那当然 你可以就抢答 平分 帮同学做什么 基点也好 甚至呢 同学之间互评 小组之间互评 都可以 因为他也可以做什么 学生的分组 学生分组 那他不是只有记得一次 他可以记 就是看你要分几次 都可以 这是他的优点 那么在OneNote这边呢 他是一个很好的 包括老师要做上课教材 或是班级经营的一个工具 他可以帮我们 整合这么多种的 比如说老师的教材 你可以放在OneNote里面 影片 云端硬碟的 来自网页的 那你在上面当然也有问答 类型 投票 甚至有服鸭 这些都可以 那么 以一般来讲 其实大家用最多的 可能就是 您上课也许会有准备 影片 YouTube上的影片 我们OneNote呢 可以在影片里面出题目 你可以直接指定 什么时间 出现什么题目 可以是问答题 可以是选择题 好 那同学呢 看到那个时间点 他就会怎么样 影片就会自动停下来 所以老师也不用 再去跟同学讲 哦 哪里要注意一下 或者你要记得 什么时间要把影片占选 这些都是他的优点 那 现在呢 就让老师一起 先来体验看看 哦 经过我们这样介绍之后 我们等一下把它整合起来 让老师先当个学生 先当个学生 所以麻烦老师 您先 加入我们这个 课程 好 加入我们这个课程 那我来看一下 有多少位老师 先先加进 好 现在两位老师 美玲老师 跟凡姐老师 进来 有没有 来 你可以用手机也可以 好 如果你要单纯当同学的 其实用手机也是OK的 那 学生端呢 就像我刚讲的 他们只要 如果老师要比较单纯一点 就是让他们 进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直接选择 当客人就好 那这个时候呢 他只要打照 他的名字 就可以进来 好 那如果呢 您是希望保留记录 或者是您想要自己建立自己的教室 你就可以考虑 注册一个账号 所以没有注册账号 也是可以进来的 好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咯 看一下老师 你们要都进来了 诶 还没 看一下 我把Qrcode放在这里 这里 然后那个 老师你好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下 我是用 我是用Notebook 现在在上课 但是我也可以拿手机 同步再找Qrcode 好 我把这个网址再贴给老师 好 所以如果老师您 呃 刚刚还没有打开 我们的 简报 和那个名章教室的 您现在可以再进来看看 好 有五位老师进来 来咯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们在这边就可以这样 即时的看到同学 即时看到同学 好 先把它摆在这边 所以老师 我们可以多个装置 同步进行 好 课程代码 如果你是课程代码 看这里 因为你刚刚已经登录了 所以你用这样就没用 对不对 我们看这边 课程代码 这样 19JM31 19JM31 如果老师已经刚刚先登录了 那代码 就不要用代码 老师加进 好 来 这里 我还是把它 钉拳起来 这样老师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你就直接用这个代码进来 好 九位老师进来了 太好了 那我们马上来看看 诶 先体验一下 当学生的感觉 好 当学生的感觉 那么 第一件事情 现在在简报的第八页 我们马上 现在 我们就要来问一下 到底谁到 谁没到 对不对 所以不用那么麻烦 我们先 你看 你们现在看不到 当学生看不到这个选项 但是没关系 老师的这里有 有没有 叫课堂出席 好 你看 按下去 如果呢 老师 老师 你要现在点名了 那么我就让学生签到 好 我给同学 三分钟的时间 麻烦你了 好 按下去 来 老师看看 你的画面 有没有 有没有跳出来 可以签到的 对不对 好 你看 林老师 雅静老师 鸭鸭老师 都已经签到了 永忠老师也签到了 农昌老师也签到了 有没有 马上就看到 好 代老师 我想说 你看看 代老师 现场请举手 好不好 来 我画面是个 万一 万一如果说 有老师没有签到的话 好 没有签到怎么办 老师自己点名 可以 有没有 我就自己点名 好 这位同学 有没有 迟到还是未到 请假 所以这两个是可以同时进行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点过一次了 对不对 那老师可以下课的时候要签退 这样也可以 这样你就可以两个比较 而且呢 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你看 它会帮你寄进行 有没有发现 在这里还有一个统计 所以如果老师 你从这边看 我还可以把它下载一下 它就会变成那个csd的那个 档案 那你就可以自己打开 看到 每一位同学 什么时间的记录点 这样子 老师就比较不用担心 刚刚上课的时候 忘记记了 因为你要点名嘛 好 你看 淑婷老师两次进来 我就可以像这样子 这位同学 刚刚迟到了 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做记录了 这样就可以记起来了 好 这是第一个 所以 我们用OHA 就是 有点取代就是做建造 事实上 这个浩群这家公司 就是OneNote跟OHA的开发的厂商 他们是在新竹 是国内的 那他们的专场 就是在做什么 这些系统整理 所以像那些学务系统 然后他们新北 台北 高雄 花莲 新竹 还有 哪里 我们台中 像那个中港高中 他们也都是用他们的学务系统 所以他们就是做蛮多这种整理 所以OHA只是他们其中一个 当然如果有学务系统整理的话 是用起来更方便 因为直接把学生名单带进来 那我们现在没有的 没关系 就让同学自由的签到 就是加入 这是第一个 让大家呢 比较方便去看 好 那第二个呢 他还有很多的这些互动工具 互动工具 那么我们看我们的互动工具里面 他有个人的投票 对吧 个人的投票 如果有分小组 我们还可以小组的投票 那比如说 你来看 我们在这里 好 好 这里 嗯 我看一下 图屏在这边 这里 我先用问答 先用问答 来来来 问答 你看 老师可以在这边直接输入题目或选择图片 但是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比较慢的 所以比较慢就是 总是要打 所以 我会比较建议老师 其实 不管是选择或问答 我会比较喜欢从 弯弄那边直接叫过 我们刚刚讲 另外一个群台弯弄 但是没关系 我这边先用这种方式给老师看一下 你看 我就从这边进去 我就去看 哦 这边 已经有准备好 这些题目了 对 你看 点进来 好 那我就来 问一下大家 你看 按下去 老师看一下您的画面 我现在还没有开放做的 可是题目有没有送到你的画面上的 有的 对不对 你看我们做线上课程的之后 要不要问一下同学 到底用什么设备 好 那我现在就开放做的 好好好 开放 有没有你现在可以按了 诶 我们这边 您可以看到 我上面有没有统计直接就出来了 那你往下卷动 当然就可以看到 是所有老师回答的情形 你用平板的 用电脑的 用手机的 这样子就可以OK 那在有关闭做完之前 你都可以随时怎么样 在做更改答案 呵呵呵 所以 这个可以像这样 诶 你要改都还得起 好 那我就要关掉了 好 我们 时间到了 关闭 要不要留学 要不能再按了 那我们马上统计书 统计好了 当然结果 你如果不显示也可以 那如果你要显示 你看 好 刚刚这边只是代表 送出答案 对不对 如果我想把结果都显示出来 都按下去 哦 谁选什么 谁选什么 你们都全部都看到了 这样我们就 OK了 好 你可以像这样 这是第一种 好 第一种你可以像这样去做 如果 做一个 即时的问答 我们就可以 跟OneNote 结合在一起 那你没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比较辛苦一点 需要 来这边问答 那你是选择 或问答 把题目放进去 或者 老师 因为已经有分享画面了 我就 好 题目 好 题目1 然后选项 有四个 对不对 那你就自己看一下 1 就是 题目在那边 这里 看你要几个 然后就按 对不对 来老师看一下 你的上面是不是也有 题目就显示出来了 有没有跟刚刚都一样 对不对 只是我现在还没开始 开始作答 对不对 开放作答 好开放作答 那里面有三个选项 就看各位自己 要按哪一个选项送出 这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有些时候 因为我们 如果你在教室或选具的 同学已经可以在萤幕上 看到你的画面 就不用讲太多 所以你就很单纯的 就是 写一下就好 好 一样的 显示 答案 然后我们现在就翻臂作答 所以 我们可以像这样子 就达到 跟同学 比较多的互动 那 这边 我们先看一下 这里还有所谓的 户头 跟户屏 有没有 户头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里 左手拼 我们现在有十个同学 对不对 户头 你可以针对 每一个人 有没有 每一个人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选一个班长 那我就请大家来 我们来选一下班长 那 如果你有特别的 有需要排出哪些同学 你可以把它排出 或者是 或者只有 选个人 好 我们就挑这三位 挑这三位 来让大家户头 这样可以吗 可以 选班长出来 哈哈哈哈 好 来 我们 有没有 每个人可以几票 是不是可以自己决定 我们两票好了 我们一个人两票 好 OK 准备 准备咯 开始 来看哪些人的人缘比较好 这三位同学 看哪一位 可以当我们班长 哈哈哈哈 所以这些选项 可能以前 在现场你要调查 也是要算好几次 对不对 那OK咯 我们把结果显示出来 来 戴老师 你的人缘比较好 哈哈哈哈 这样了解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样 就可以 达到很多的互动 以往这些 你要做 比较麻 那 刚刚我们所看到的是 针对个人的 那可不可以针对小组的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来 看一下 小组的 那就要分组了 所以我们先看看 OHA 有什么小组的功能 来 这里 有没有看到左左边 这里有小组的功能 嗯 分组 那分组就很多人 会有很多的问题嘛 所以 你可以看到 我可以针对 第一个 全部的学生 或者是 可能有几位同学在教室 有没有 不见得每个人都有来 我可以只针对 有在教室里面的 好来做 然后我们往下看 你可以系统自动分 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也可以怎么样 教师手动来分 而且系统自动分 除了有随机以外 可以男女平均 或男女个别 男生一组 女生一组 这样 也都可以 这样可以 那看你要分几组 好 分几组都OK 好 比如说我们就分成三组好了 每一组最多五个人嘛 那我就请他先自动把我分一下 好 自动分组 好 来你看一下 有没有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是都分好了 都分好了 都分好了 那你在这里 分好了之后 分好了 那么 我们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来做刚刚的 同学的 户头或户品 好 比如说你看 我刚刚户头 这个地方 我现在 因为有分组了 有没有发现 小组 这里就可以按了 好 我按一下小组 好 我们现在 选看看哪一组 要先报告 哈哈哈哈 你要不要排除 可以 投自己都可以 好 好 这样子 然后呢 1人 秒秒 好 一样的 开放 所以 这样子 是不是也可以用小组的来做 好 看起来回答的差不多了 来 检视结果 第一组 先报告 对不对 放第二组 再第三组 好 那第一组报告 有气可加 所以可不可以给他 加分 因为第一组嘛 有没有 你看 我已经有把那些 评语 弄完了 而且加几分 有没有 都在这里 好 第一个 给你一个赞 对不对 You're the best 呵呵呵呵 这个声音你可以自己决定 要不要拨 要不要拨 好第二组 虽然不是第一个 但是也没关系 也不错 好 好 这样 那第三组 欸 你们的 也还可以 但是没有在这上面的话 怎么办 自由加减分 可以吗 呵呵呵 有没有 如果你自己没有减分项目的话 你就是单纯的加分 加一分项 也可以 好 所以我可以针对小组的 直接去做 好 直接去做 那这样就OK 好 所以这个是他分组的方式 那 分组方式 大家会的 那么 假设我刚刚已经报告完了 报告完了 会有结果 对不对 哪一组 或者哪一组 表现比较好 可不可以 除了户头 还有户屏 互相评分 欸 户屏就跟刚刚不一样 刚刚是有选项 可以不用这样选吗 那户屏的部分 看一下 一样 小组户屏 好的 好 你看 我们就可对一下 你来看看你的画面会变什么 开段 老师有没有发现 副屏的 画面不一样 他是给什么 他是有一个那个 对不对 有一条Bud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呢 就是 一个 好像1到5 我记得应该是1到5 就可以用这样子 好 看起来 第三组表现最好 对不对 好 我们这样就OK 那我在这边 好 关闭了 好 第三组 摆回一层 对不对 在这里 给他5分 像这样 他就可以把你记录下 好 把你记录下 那这些呢 到时候 老师的评分 你可以怎么样 再把它汇出 好 把它汇出 都可以 所以 像这样子 那 如果呢 老师你想要随机抽的 我们刚刚是用 大家去决定 分组报告的顺序 那我可不可以随机抽的 当然可以 你可以 像这样子 直接抽 整班 哦 还有一位雅进同学 刚进来 你有没有发现 很及时 这边就看到了 对不对 那你可以选择 他要不要随机补满 比如说 像我们就发现 他这里有发现 这里是少一个人 那你要补满 你就把它按下去 他就补进去了 有没有 补到这边来 好 所以其实 他的一个 这种分组还蛮不错的 那 回到抽人 这里 教室现在11个 好 就你可以抽小组 也可以抽全班 好 我们抽小组好了 好 每一组抽一个 哈哈 有没有老师觉得 这样子可以解决一些 我们平常有时候教室 要问同学问题 有点尴尬 对不对 叫谁都不是 没关系 那我们就用电脑决定 好 这样也很好 看哪一组 看哪个代表出来 那这些 他会记录下来 你看我们刚抽完了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里 还有记录 有没有 刚刚的记录在这里 什么时间 小组抽 一个人 那 我再抽一次的话 请问 可不可以 不要重复 来你看一下 我们再抽一会 他预设 记得应该是没有重复 个人的话 应该是不会重复 个人的话应该是不会重复 小组我就没有特别试过 嘿 这样老师OK 好 所以他的抽人 分组 这边都一样 那分组如果你这一次 比如说我第一次上完 是用这个方式分组 我可不可以再分一次 可以 他还会把你记录下来 你看这次 我要随机的 那我就分成 三组 一样三组 好你看 再分一次 有没有发现 人 有没有组合不一样 嘿 但如果你想要回去 可不可以啊 你看 记录这里 这次要是这一次的 我点这一次 有没有回来了 这是上一次分组 这样有没有看得比较清楚 对不对 他把你的分组 事都把你记录下来 那如果说我们不是固定分组的话 也可以用这样子 去了解到他 的那个分组的历程 所以这个带来我们做 当然也有倒数计时啦 哎 比如说我们刚刚 大家现在投票的时间 有没有 还有 8秒钟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时间剩下5秒了 时间到了 这样可以 对不对 会做一个提醒 那有一个声音 让大家呢 比较可以知道说 哎 你现在时间还剩多久 好 那有需要 你就可以重新开始 可以像这样子 好 所以他也有倒数计时的工序 那 这样子 简单的 几个是不是都OK了 那 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 这样子 如果老师上课 要更刺激一点 刚刚都是 好像有老师决定的 现在呢 我可不可以 有个加分题 我们来让同学怎么样 抢答咯 对不对 可不可以用抢答了 可以 你可以分 个人跟小组抢答 像很多时候我们上课 我们要分组 就希望所有同学可以更主动 好 更主动 那 如果我们先用那个 来来来 个人抢答 好 你看喔 我按下去喔 3秒钟之后开始喔 好 你的画面上有没有出现抢答的 有的 喔 淑婷老师 你2秒钟就给我送出来了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要问你什么问题吗 哈哈哈 你这么勇敢的就把它按下去了 哈哈哈 硬是比主任快的0.2 哈哈哈 好 好 欸 淑婷老师 请问在吗 在 你愿意拍你的视讯吗 不行 我再刷牙 哈哈 再刷牙 哈哈哈 喔 你 你有比较晚吃饭喔 好 没关系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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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麦克风就不错了 因为现在线上上课都不会看到 都不会看到的 都只看到老师自己而已 哈哈哈 来 我问老师一个问题 请问 歐哈云端教室 你知道是 他们公司在哪里吗 新竹 欸 厉害 没错 没错 你刚刚有认真上课 哈哈 我都不听啊 我只是 厉害 厉害 所以这个 有没有 我们就可以到学生这边 像这种 活动的 好 我们看一下 那个淑婷老师 淑婷老师 淑婷老师 好几个淑婷老师 我不知道加哪一个 应该是加这个 因为这个 应该加这个 我给他 可不可以直接给他加分 对不对 这样也可以 厉害厉害 给你一个赞 You're the best 这样老师了解意思了 就是说 这样抢答之后 我们可以这样子 那当然如果你要继续 问一下 欸 淑婷老师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 这在现场的 有没有 马上切回现场画面 哈哈哈哈 欸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呢 欸 歐哈云端教室 请问一定要注册账号 可以使用吗 不用 对 不用这位 可以 同学如果不用注册账号 也可以怎么样 直接就是很单纯的 就登录 只要给 一个使用者名称就好 OKOK 谢谢 好 这样大家要感受到的 那 抢答的部分 如果 你到小组 也是一样的概念 小组里面 比如说我们刚好分组了五个人 或六个人 只要其中一个 按出来的 那一个 这个组别就 得到回答权 我们试看看 好 好 一样三秒之后 你看一下 有没有 你的画面是不是跳出来了 欸 你看 每一组的 谁先送出来的 有没有 就有 彩玉老师厉害 2.33秒 就取得第一名 那小组的 好 第二组的 有没有 所以我可以到 学生分组这边 然后找到记录 刚刚是不是在这里 欸 呃 这里这里 学生分组 这里 好 第二组的 我确认一下 有在这里 好 好 马上加分 哈哈哈哈 哈哈 OK 这样 You're the best 就有了 好 所以我就可以针对 这样的结果 就给他们这一组 就及时加分进去了 欸 当然如果某个人 比如说因为是彩玉老师 搶到的嘛 所以他再多加一分 You're the best 好 所以把以前 我们可能你要记在 白板或是 另外的这个记录上的 现在不用 我们就直接把它 弄到我们的系统上 好 那这些评分的结果 这些评分的结果 你是可以汇出的 好 你看这里有一个 左上角 现在因为老师 是用学生的角度 所以你看不到这个 选担没关系 等一下呢 你可以建立 我会带大家自己建立 自己的欧海恩专教室 有没有 刚刚的 这里都留着 那你就可以从这边把它下来 下来 或者是比如说 其中考了 那我就把它整个归零 这样也可以 不见得说一定就是 要整个学习 就用一份 我们可以重新计算这样子 好 所以 老师这样就有感受到 我们用 OHA 云端教室的这种 感觉了 那 现在呢 我把我的题目 再带回到我的one note 这边来 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其实 在OHA里面 你所看到的同学互动 主要就是什么 快问快答 好 选择题 问答题 那 当然其他的就是 比较单纯的 抢答啊 或者 互同 那我今天想要 问同学更多问题 我就比较喜欢 我在one note那边 整理更多 欸 你看 我从这边进来 从这里进来 好 我找 我们的 这个 我订阅的课程 好 尝试 来 那one note里面呢 他所提供的 这种 屏幕类型 就比较多 可是老是念的感觉到 我的这里面 好像有的比较淡 欸 你们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就是 有的题目比较淡 有的是怎么样 比较清楚的 那这个呢 主要就是说 因为OHA里面 他只支援两种 就是 选择题 单选题 跟问答题 可是one note那边 他有 五种 五种以上的 所以如果你发现 这里是这样淡淡的 表示OHA不支援 但是没关系 有没有一个右手边这个 这个 就是 你 从这里打开的话 他就会变成是one note的模式 所以 老师按在这里 跟按在这边是不一样 来 我们先试看看第一个 好不好 第一个 这里不能按 但是这里可以按 你看我把它按一下 按下去 好 因为我这边还没有登录一下 好 登录好了 如果是同学的角度是不用 这是老师的角度 我才需要登录 好 你看在这里 有没有 那我就可以 这个 在one note里面叫做 练习题 好 那这个练习题的话 他是 你们的画面看不到这个 因为这是等于是老师的教材 老师教材部分 那这种练习题 原本就是给同学 不断的练习 一直到达到老师指定的那个 分数标准 才有算过关 所以你今天 第一次回答没有过关 没关系 你可以再回答第二次 可以再回答第三次 都可以 好 那我这边呢 你看我就随便填 我就随便填一下 好 我就按送出 确定 因为我原本就已经过关了 好 所以 好 这样 提交 确定 哇 因为我已经过关了 所以他上面就已经显示过关 那如果你没有过关系 这边会显示什么 就是答错了 你要继续这样 这样老师大概了解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利用这样子 那我当然可以回到 刚刚这边 OHA这边 可不可以再去问同学问题 等于我的题目就在那边显示而已 然后回到这边来 问同学问题 好 那第二个 你看 来看这个 这个是他的资源 有没有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 这个打开 你有没有发现 你们的上面就有了 因为这是OHA资源的 那我现在没开放作答 好 这个花 最近有没有 常看到 应该有 来开放作答 到底 这叫什么花 那这个是属于问答题 问答题 好 所以呢 你当然就要自己去找个案 找个送出来 好 目前还没有老师有送出 有没有 有没有 比较 偷懒的老师 就直接在图片上按右键 直接google一下 对不对 好 这个花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以前在浴才街那里念出了 有 那现在这种季节 毕业典礼 因为我们那时候毕业典礼 都是晚上 所以 那个浴才街 整条街 通通都是这个 晚上加上那个 路灯 是那个 黄色的那一种 其实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好 那我们就 来看一下 关闭作答 来 看一下大家 哦 没有想到枫林木 枫林木 这么多人 怎么感觉只有一个老师答对 因为正确是阿伯勒 对对对 这是阿伯勒 阿伯勒 阿伯勒 因为枫林木不会有这个 枫林木不是这个 枫林木是 花也是很小 没错 所以你看我有蛮个钱 有没有 我有做一个小记号在这里 这个是阿伯勒 按右键 google 智慧镜头 有没有 所以老师知道怎么作弊的吗 有没有看到阿伯勒 有没有看到阿伯勒 这样经过google认证可以 表示我们答案真的有正确 对了 现在新的那个都有加上这个 就是好像 google chrome重击 好像100还是101之后 你就可以利用他的 原本手机上才有的智慧镜头 其实就是原本我们讲的 那个以图找图 只是把它整合在里面 那这个就 电脑上使用就更方便 好 这样老师有感受到 我从弯弄准备好 这就可以直接做了 对不对 好 那另外一种像这个 像这一题就是他没有支援的 也就是OHA没支援 但是弯弄有的 这种叫做涂鸦题 涂鸦题 什么叫涂鸦题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老师可能要考实验的步骤 你要考说 我要考画图也好 那这个OHA没有支援 没关系 我用弯弄板 你看呢 你就可以准备一个白板 好像就是准备一个白板 然后呢 同学们都会有一个涂鸦的工具 有没有 这一次都有涂鸦工具 那你 把它做好临线 做好临线之后 就可以怎么样 送出 就可以送出 这个是在one mode上的 one mode上面的 所以有些时候我也会有 像这一题也是 这一题 如果我们是远去的 没有关系 现场当然可以请同学 直接上来打 对 那如果是远去的 我就把这个当 题目 来问同学 其实也可以 诶 没有出现 那一张图不见 图不见了 好吧 没关系 反正这个也是涂鸦 就跟刚刚看到的是一样 诶 这个是给大家了解一下 那这个问答题就还好 你要用one mode模式 或者是oha模式 都可以 这是选择题 好这是选择题 对 对 有没有跳出来了 对不对 24节气 24节气 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 到底是根据国力还是农力 好 我们这边 统计马上就有了 看起来平奔秋色 怎么会这样呢 哈哈哈哈 惨了 惨了 人家明明我上面还放个 图让你做参考 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有时候多数是一种暴力 有没有 哈哈哈哈 多数的人这个当然是错啊 哈哈哈哈 太阳这么明显 好 因为24节气 就是有24个 所以这些同学才是正确的 有没有可以给他 直接加分 对不对 小时候学的 哈哈 因为这一子国小教的 这些同学 我只能跟你说要多加油 哈哈 哈哈哈哈 这样 OK 所以我们是 如果你有欧函有支援的 其实可以做更多像这样的互动 但是如果不支援的 没关系 我把当题目团 跟同学做的那样 分享是不是也很好 好 现在我们来看 OneNote里面还有很棒的 就是 影片中出题 好 影片中出题 来我们看这里 有没有 这里有科普教育的 这个 你如果直接在这里 虽然它可以按 但是它是把 影片直接打开 那你就 直接进到YouTube看影片而已 所以这个 当然就没有办法 那我们来看 这一个 我在OneNote里面打开 有没有 我在后面这里 OneNote里面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它先会跳出一个提示 好 告诉你 这部影片 来来来来 这里 单元说明 你们应该 你们 如果自己做的时候 看到这样 好 那我告诉你我的题目 这个影片里面有两个题目 分别在48秒 和1分14秒 那老师稍微思考一下 尤其我们在远去的时候 老师应该多多少少有机会 放影片给同学看嘛 这种比例又会比现场更多 那你在放影片的时候 如果 这部影片 可能你只希望它看 几分钟到几分钟 这一段就好 你是不是要自己去记得 这样很麻烦 因为上那么多课程 那么多影片 你哪有办法 每一卡都记得 第二点 什么时间要出现题目 你是不是 也不可能每一个都记得 所以我们用OneNote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好 不管老师是给同学看 还是上课看 那我们就播看看 一个在48 一个在1分14 大家看一下 48 现在在38 对不对 好 好 声音大家就不用听 没关系 好 42 43 45 46 47 最前面这个透明 有没有跳出来 刚刚你一定没有很认真听嘛 呵呵呵 所以 请问人的眼睛有几条肌肉 这个时候就可以 你要回到OHA也好 去问答 或是直接现场 哎 来我问一下线上的老师 线上老师 请问 人的眼睛有几条肌肉呢 麻烦你帮我拔在下面 呵呵呵 這樣了解吗 对不对 我不仅一定要用好好的问答 我也可以用很纯统 我们这样 现场会议的 好 柴玉老师说 有没有随机排座位 啊目前好像没有 因为每个教室的座位 不一样 美玉老师跟淑婷老师都回答六 哎 不错不错 虽然 我们没有很认真看影片 但是 大家都很厉害 医学尝试都不错 确实是六条 那 在这边说 你答错了 有没有会出现答错了 六条 才是正确的 所以如果我的是 这种 就是所谓的选择题 你是单选或复选 我们就可以直接指定答案 这里可以做复选 好 你看 那我们继续下去 这也是1分14秒 到1分 1分10秒 好 你看一下 眼睛的 有没有 你看我出题的时候 除了只有文字 可不可以加入图片 可以啊 哎 那我们就来问问同学 请问 A跟B 这个就是问答题 因为我没有跟你选一讲 A跟B 到底是什么功能 知道它是什么 那个部位 A 在眼睛的最前方 叫做什么 眼睛的最前方 这类是哪 角膜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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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就是我们最前面的 那他中间这个有聚焦功能的 就是我们镜片的功能 那个叫做什么 水晶体 对对对 好我们水晶体的后果 会决定看眼看镜嘛 哎 像这样 这样 是不是做互动就比较容易 也就是说上课老师 你可以有你的节奏 你可以讲你的内容 可是呢 我希望 可能下课前 或是每次上课前 我复习一下 哎我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去简单播一下 好 让大家这样去回答 好 所以其实这个是 我们先让大家 简单体验一下 我们从这边 你看我刚刚讲的 哦 像这样子 这个就不用 哦 就是这样去使用 所以有没有很难 感觉应该不难 虽然老师现在看到学生的画面 学生画面更简单 你看 所以 因为呢 有资讯会议的协助 其实就解决了什么 就是 把老师画面投影给学生的问题 所以他很单纯就是做互动回馈而已 互动回馈 那当然 最后如果老师 你有需要 有需要 让同学交作业 我们 OHA 也有交作业的功能 在哪 在左手边 这里 你看我们 这边 这个都是老师界面 才看得到 好 来这里 有没有一个叫做课堂作业 点进来 好 他有两种作业 那一种作业叫做 图片的 也就是你可以自己拍照 然后传上 或者你写在纸上面拍照 就送上 这是一种 好 那这个我先出一下 好吧 那你可以设一个截止时间 我们现在截止时间不能设这么近 哈哈哈哈 好 假设 三点 好 然后张贴 那么待会我们的画面上会看到有作业 好 那第二种作业是 给YouTuber 然后你看影片去写 写那个所谓的笔记 好 写笔记 你看在张贴作业 第二种 在这边 他目前主要两种而已 但是未来应该会比较多 那我就可以给他一个YouTube影片的网址 比如说我们刚刚那一段影片 这一段影片的网址 好 我就把它复制起来 那么让同学自己到这边来找 那一样的我把它时间调后面的张贴 老师您可以看一下 学生的画面 有没有看到 有对不对 有一个就是作业 好 那现在呢 已经有一个同学在进行中了 你看这里 有一个同学已经在进行中 有没有 老师这边可以看得到 也就是说这种方式是让 在教室现场或者是远去 就即时的 老师呢 先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让同学可以现场即时完成的 好 你看两位在进行 我们可以进去看 看哪两位在进行 有没有 泳洲老师跟荣昌老师在进行中 这样是不是老师可以 看得到更多的资讯 跟你下去走路词一样 看同学的一个 哦 有一位老师教的 永洲老师教的 马上打开来看 这样是不是就看到了 对不对 因为这是照片题嘛 所以如果他是纸本的也没关系啊 反正我照片呢 因为你看有行动装置 你要拍照就相对方便 好 诶 隆昌老师也拍好了 这张 好 好 来来来 OK 那我们看哦 诶 这个的同学 大概没有进行中 有没有 这个 你可以进去看看 他最大好处就是说 他这些东西都是齐齐的 以前老师在课堂上 你得一个一个慢慢看 然后自己再去感受一下 可是呢 现在这些东西不用 你就在上面就可以直接看到 好 永洲老师有教的 没有做任何笔记 就送出来 马上退回去 哈哈哈哈 来 你看一下 这里 这里 在右手边你可以选 要不要浏览笔记 来 看一下 啊 这里 看一下 对吧 他的 那你可以 看看他做完了 没有 其实他脚掉出来之后 事实上都还可以改 都还可以改 所以 这个并 跟我们真正就是 交错就不能改 是有点 不大一样的 他并不是说 一定要 这么严格的 好 好 这样 哦 来我们看 主任有比较认真 做了一个 哈哈哈哈 对 就是 而且 因为他做影片 有个好处是 你有没有发现 他要记录你 看的那个时间点 所以 如果你 真的没有看到那边 其实老师是知道的 因为 你看 不然其他老师 你试试看 你在后面 你去做笔记看看 我给你看 我要怎么跳过去 你试试看看 你在不同的时间点 做一个笔记 这边有两个 看一下 你看 主任这边 有三个 五分六秒 一分四八 四六秒 好 我们看一下 到底他五分六秒看到什么 恐怖中 看各位一眼 哦 这样限制级的 哈哈哈哈 好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样可以 马上看到同学 看到哪里 看他讲的 对或不对 嘛 这样就没有 造假的嫌疑 对不对 因为一定是有看的才知道 即使他先跳到那边 没关系 至少他要知道正确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歐马里面很方便的地方 好 那现在这样 老师是都体验完当学生的感觉了 等一下 我们就要让老师 回到老师的身份 OK 好 我现在这一段就先到这边